欢迎回来台视五间新闻 快为两年 美国白宫18号重启复活节滚彩蛋活动 大约有三万位民众共襄胜举 小朋友们拿着五颜六色的木汤匙 争先恐后的把复活节彩蛋滚向前方 场面相当热闹 美国总统拜登一吹哨 小朋友拿着五颜六色的木汤匙 争先恐后把复活节彩蛋滚向前方 气氛嗨翻天 拜登还跟民众热络谈论阿富汗议题 不过却有一名不处之客从后方乱入 好像是怕拜登说错话 复活节兔子一登场 立刻把拜登引导到其他地方 看得民众哈哈大笑 虽然现场飘着细雨 拜登夫妇还跟脱口秀主持人吉米法伦 在草坪上为孩子朗读绘本 而白宫发言人记者会 复活节兔子也跑来客串 还伸手乱指一通 逗乐在场记者 亏为两年 美国白宫18号重启 复活节滚彩蛋活动 约有三万民众共襄盛举 复活节吉祥物兔子 跟美国总统拜登 第一复任吉尔 正在白宫阳台上 朝民众热情挥手 欢迎来北宫 谢谢 和祝福快乐 疫情后重启的复活节活动 也让白宫展现平易近人的一面 林佑任编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